台股的表现强劲值逼万八 封关日前一天收盘指数只差不到百点 就攻上一万八千点 相较之下 中国股市出现了外资出走潮 专家分析了 因为各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感到悲观 而国内有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 提出了要跟中国重启福贸对谈 专家也强调 福贸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产业需求 如果中资进来 更可能增加被中国威胁的风险 台股迎来2023年封关日 外资大量买入 能否攻上万八大关 仅一步之遥 反观中国股市 外资持续出逃 反间谍法的通过 加强了中国的一个监控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对于在中国境内的外资 产生的寒散效应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 接下来的经济环境 实际上是非常悲观的 纵观历年台股发展 从2008年一度惨跌到4000多点 在2016年政党轮替后 成长再再翻倍 一路从破万点到降文万七 挑战万八 甚至反超港股 同一时间南韩自从跟中国签订FTA之后 短短五年内从贸易顺差500多亿美元 直接惨变贸易逆差51亿美元 韩国就是过于请郎相守 把所有的技术 透过中韩FTA分享给中国 韩中之间严重逆差 就是因为中国自己的产业已经起来 有了南韩这样的前车之鉴 国内现在有在业党总统候选人 在一起要跟中国重启服貌 和ECFA的谈判 专家提出示警 政策应该是要支持产业的逻辑 整个外在时空环境 谈两岸服貌 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产业需求 你可能会进一步被中国的资金所掌控 增加了台湾 未来可以随时被中国威胁的面向 过度依赖中国市场隐藏着巨大风险 明年大选牵动台湾经贸政策走向 且看台湾民众将如何选择 记者林轩就黄伟才台北报道